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迅小鱼堂 我是爱德温 最近大家过得好吗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富豪们疯狂收购农地的秘密 老观众都知道 我们会分成三个段落来跟大家说明 首先第一段是 哪些富豪在买农地呢 接着第二段再跟大家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买农地 最后一段只会跟大家谈一谈 农业未来的前景 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哪些富豪在买农地呢 富比士在2021年的报道中 指出现在美国最大的农田地主 其实是比尔盖茲 他持有的农地面积高达24.2万英亩 除了这位全球首富之外 其他富豪们也纷纷加入购买农地的行列 像是Amazon的创办人贝佐斯 除了买农地以外 也买了林地、木地 三项加起来 总共持有超过42万英亩的 为什么这些超级富豪会疯狂购买农地呢 根据美国大地主汤马士在CNBC上的采访 他认为土地与农地是很好的投资哦 没有折旧的问题也不会过时 并且有持续性的收益 另外2011年全美前100大地主持有的土地 总共3270万英亩 但是到了2021年 石油土地却来到了4210万英亩哦 显示美国土地朝着集中化前进 如果我们从1970年代开始来看 当时农地一英亩大约是1000美元 到了2020年均价大约一英亩3160美元 此外 投资农地每年都有超过长期公债的收益率哦 如果从稳健投资组合的角度出发 退休基金和售险基金多少都要配置一些农地 才能有效提升投资组合的下谱比率 以及绝对的收益回报哦 但话说回来啊 长期2.5%的复合投资报酬 会满足比尔盖茨或是贝佐斯这样的富豪吗 因此我们赶紧进入第二段 为什么富豪要买农地呢 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 全球贸易的基本架构是 产油国卖油给美国 东南亚国家制造商品 欧洲国家负责离岸资本交易与财富管理 美国则透过贸易逆差让美元流向全球 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时代 因此美国同时兼负着维持中东安全的责任 必要时还会介入产油国的军事冲突 这也是石油美元时代的特征哦 它象征着过去50年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础 但是现在有了新能源与电动车后 石化能源即将卖入历史 油价就算再涨也是末日于灰啊 而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对于维护中亚和中东的和平都不再有兴趣 他们一边安排以色列贷款中东的秩序 一边从阿富汗撤军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不断升高哦 像是日本在2020年的粮食自给率降到37% 相较于1960年代的70% 几乎腰斩啊 而我们台湾也有相似的状况哦 相较于1961年的107%的粮食自给率 到了最近10年只有30%左右 农委会设定的40%一直回不去啊 盘检一下全世界能够出口粮食的国家 其实也就只有那几个 亚洲的越南与泰国出口稻米 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出口小麦、大豆、玉米、肉品 欧洲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出口小麦与大麦 其他除了澳洲没有可以大规模出口粮食的国家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2021年全球正站在一个转列点哦 也就是石油美元即将结束 而粮食美元即将开始的时代呢 最后一段我们来聊聊农业未来的前景 有关注国际局势的观众会发现 美国在这几年跟其他国家谈自由贸易协定时 都会绑着美猪与美牛一起谈判 就算没有办法立刻外销 也会想办法打通销售管道 而这些其实都是在为了接下来的粮食美元时代做准备哦 在未来 国际贸易追求的不再是贸易平衡 美国也不再以贸易赤字的方式 无限供应美元给世界各国 所以接下来能够受惠于美国繁荣的 只剩下美国供应链的同盟国哦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在各国的外汇存低比重跌破六成 而汇率却反转上升 背后的原因就是 石油美元不再流向全球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推估 未来只有美国供应链的国家 能够继续赚取足够的美元来购买粮食 而粮食美元照顾不到的国家 未来不止通货稳定会有问题 可能连粮食都没钱买啊 再加上 如果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的周期性循环 导致粮食欠收 粮价也会持续上涨 而农铁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啊 面对这样的时代即将到来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富豪 会不断购买农地了 各位观众 对于粮食美元的时代发展 又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以上的内容截取自财讯 641期的印和田专冉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 我会把文章连结放在置顶留言当中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这个单元的朋友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运输观众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